相较于谢霆锋的人气和知名度,谢婷婷在圈内的地位可谓是相差很大,虽然入行十年来,她也曾参演过一些影视剧集,可是在事业上总是不温不火。 每每提及谢婷婷,大家总会以谢霆锋的妹妹来标签她,但事实上,进入娱乐圈谁不希望拥有姓名呢? 所以自从怀孕开始,谢婷婷就憋着一股劲儿,不仅没有透露本分,而且还飞往国外代产,将神秘留在了最后。 近日适逢女儿百日,谢婷婷终于忍不住放出了重磅炸弹,表示自己已经升级为人物。 消息一出,立刻引来传媒的关注。 首先受访的就是父亲谢贤,可是收到记者讯息的当下,她却表现出了毫不知情的态度。 还连连追问对方,是怎么知道的? 还一再表示,不要乱写,显然是被蒙在鼓里。 虽然之后经过沟通,谢贤终于松口承认,自己做了外公,并笑着感谢传媒。 总之,很开心,不讲了,可是言语间传递出来的亲情疏离,却是直截了当的。 众所周知,天性风流的谢贤曾有过两段婚姻,谢霆锋和谢婷婷都是她与第二任妻子迪波拉所生。 尽管两个人的婚姻维持了16年,但是谢贤却甚少留出时间陪伴子女。 而且还因为劝下巨额债务,被迫让年仅16岁的谢霆锋进入娱乐圈帮忙还债。 可是因为经纪公司抽拥比例太高,谢霆锋工作了五年时间都没有完全还清。 所以当时,有传英皇还想签下谢婷婷来当摇钱树。 由此可见,因为谢贤的挥霍无度,孩子们生活得并不开心,尤其是兄妹之间的感情也不是很融洽。 这也是为何谢霆锋即使怀孕生子了,都没有第一时间和家人沟通。 于是当传媒电联谢霆锋和迪波拉时,平时爱出风头的拉姑突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,怎么都联络不到。 而哥哥谢霆锋则是相当谨慎地通过经纪人回应了一句,没有回应。 至于没有公布孩子最后生父是谁? 社长觉得有两个原因。 一来谢霆锋是想将悬念留到最后,等到她回到香港以后,再亲自揭开。 这样的话,她的关注度就会暴增,说不定还能带动事业发展。 不用急急无名地演些小角色, 二来就是她想效仿张伯芝,并不介意孩子生父的身份,也不想曝光。 因为童年的经历让她对于男人产生一种本能的不信任,所以只要自己照顾好女儿,看着她长大就足够了。 不过就目前情况来看,36岁的谢霆锋,蒋安胎之所以定在美国,可能是因为生父就在当地。 而媒体也先后询问了谢贤和汪明泉,想要了解孩子爸爸会不会是鹰眼,Germany Rainer。 毕竟2016年当南方秘密道港时,谢霆锋就停下手中工作,从上海特意飞回香港,和Germany,那Gener相会。 期间两个人更毫不避讳地大情骂俏,令绯闻甚嚣沉上。 可惜的是,当谢霆锋暗示自己已经见过Germany,Germany的父母之后,南方却做出了澄清,直言大家仅是普通朋友。 不禁让这段暧昧的跨国之恋戛然而止,但是又鉴于谢霆锋的突然产子,外界也真的不能够不将两者联系在一起。 当然,最终的答案到底是怎样的,还要等谢霆锋亲自来揭晓。 谢霆锋一年谈七个男友,风流不输谢贤谢霆锋,未婚产女生父成迷,37岁未婚成女,生父成迷。 被传一年换七个男友,谢霆锋不愧是谢贤的亲生女儿,谢霆锋的亲妹妹。 谢霆锋自小便生活在加拿大,远离了香港那片八卦议论之地, 所以在异国他乡长大的她,并不认为自己的家庭有什么特殊之处。 刚满21岁那年,继承了家族优越的颜值基因,还在读大学的谢霆锋出落得越发好看了。 因此,很多星探先提商品的广告商都纷纷地向她抛出了橄榄枝,愿意出高价与她合作。 虽然则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打工机会,但是父亲谢贤却并没有这么觉得。 谢贤一直就生活在娱乐圈这个名利场,儿子谢霆锋也是十几岁就进入娱乐圈开始打拼了。 娱乐圈的是是非非、议论之声,他们自然是再清楚不过的。 所以谢贤并不想让女儿在大学读书期间就过早地出现在荧幕前,曝光在即摄像头之下。 学生当然还是要以学习为重。 毕业之后,靠着自己优越的个人条件,谢霆锋在模特圈打下了一片天地。 2012年,她还一举拿下了香港最佳女模特奖。 可见,谢霆锋并不比父亲哥哥差。 时至今日仍单身一人,秘密生子就连亲哥都不知道。 谢霆锋在国外秘密产子时,连亲哥谢霆锋都被蒙在鼓里。 2019年6月2日,原本淡出娱乐圈的谢霆锋突然更新了自己的社交账号。 她发布了一张女婴握着自己手的照片并配文,You are my prized least high。 公布自己喜得一女的好消息。 大家不禁感叹,谢霆锋真的是闷声干大事啊。 在自己37岁这年,突然就公布了未婚生女的讯息,着实是惊到了一大批人。 在外界眼里,谢霆锋这段时间一直处于单身状态,连男友的影子都找不到,现在却突然多出了一个女儿。 那么,孩子的生父究竟是谁呢? 八卦媒体待着这个问题一直追问,可是对此,谢霆锋却一直在玩失踪,只字不提。 翻阅她以往的社交账号,虽然能够发现很多证实谢霆锋怀孕的小细节,但是对于孩子生父的信息,却连一根毛都找不到。 眼看着从谢霆锋本人那边套不到任何的消息,媒体就将目光放在了谢贤和谢霆锋身上。 谢贤只是表示谢霆锋生个孩子也挺好的,但是对于孩子父亲的信息也闭口不谈。 谢霆锋面对媒体的穷追猛打,就更是直接装听不见,一个字都不愿意多说。 传言谢霆锋也是看到妹妹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,才知道她有孩子的事。 为此谢霆锋十分的生气,孩子都有了妹妹,却没有个名分,所以她才会气到与妹妹冷战。 前有前嫂子张伯芝秘密生子,生父的身份不得而知,今有妹妹谢霆锋单身淡女。 孩子的父亲连哥哥都被蒙在鼓里,真的不是一家人,不进一家门啊。 时至今日,谢霆锋一改往日情场大佬的面目,一直保持着单身的状态。 她的社交账号更新的都是自己与女儿的甜蜜日常,身份升级到母亲之后, 她也将生活的重心都渐渐转移到了女儿身上。 婚姻不是一个女人最终的归宿,没有婚姻的人生也可以精彩完整,活出自己想要的模样。 虽然孩子父亲的身份至今为止仍然是个谜,但是问题的答案如今看来也没有什么必要了。 谢霆锋经历了半生的起起落落,经历了如此多段感情, 现在作为母亲的她或许已经收获了最真挚的祝福,这就够了。